謝謝主席 是不是可以請陳部長 江委員早 部長早 今天我也非常仔細看了一下衛福部的報告 對於少子化辦公室成立 以及規劃未來的對策 的這個目標以及分工規劃進度 我想首先請教部長 在這個報告裡面沒有看到一個很具體的一個目標 舉例來講 最科學就是一個數據化 部長有沒有定定未來 哪一年我們的生育率可以到達多少 譬如說生育率平均每對夫妻 譬如說生1.1個 未來有沒有說哪一年到1.6 或是到2.1最理想的一個目標 在目前來講我們還沒有訂定這樣明確的目標 也跟委員報告就是我們要跟專家開過會議之後 才把目標明確化了 所以目前沒有訂任何目標 我相信在國發會的目標之下 我們現在就這樣的目標做努力 但細部的一些相關的一些目標跟KPI 大概我們可以專家來擬定 所以其實這篇報告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看不出來衛福部成立燒子化辦公室 要來解決問題的一個決心 因為連一個目標都不敢訂 更不用說目標訂出來你的時程也沒有說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衛福部必須要更用心 才能展現出你們的決心要來解決燒子化的問題 那接下來談到今天我們專案報告燒子化 目前衛福部成立 你們已經在4月12號成立燒子化辦公室 那今天這個報告我很仔細看 我也覺得這個報告寫得非常好 我相信你們也統整衛福部下面的各司處各屬 我也相信大家絞盡腦汁盤點 目前你們可以使用的資源 但很多事目前已經在做 而且做得不錯 也蠻好 國人也都持正面 包括你們提到生養 提高生養的意願 建構安心懷孕生育的這個 安心懷孕生育環境 包括你們說 未來增加認成糖尿病的篩檢等等 我覺得這些 目前有些已經在做也蠻好 但是我覺得沒有打到問題的核心 也就是說 甚至搞錯重點 為什麼我跟部長說 目前在台灣年輕的朋友 他們不是不敢生 不是不想生 而是根本生不起 所以整個解決少子化的問題 不是說只是衛福部單獨 一個部會你們統整下面 各個司處可以來解決的 因為少子化問題 絕對不是只有生育的問題 它是一個經濟的問題 是整個社會要來面對的 舉例來講 我跟部長請教 你們盤點很多的資源 提出很多政策 但是我看到的 你們都只注重在前端 對於嬰幼兒 對於三歲以前的孩子 給予很多建構他們 譬如說 你們第四點 營造兒童友善的就醫環境 但是我想跟部長講 其實現在年輕的夫妻 年輕爸媽 他們不敢生 或是不敢生第二胎 原因不是因為說現在 孩童的就醫環境不好 這絕對不是原因 而是說未來這些孩子長大 到他成年這段期間 他所面臨的問題 也就是說現在年輕爸媽 最擔心的 我的經濟能力不夠 我的負擔沉重 舉例來說 年輕朋友他們最擔心 現在低薪問題 我工時長 我每天工作時間那麼長 我還有時間去照顧孩子 我還敢生嗎 我的薪水這麼低 那請教部長 工時的問題 低薪的問題 這是衛福部可以處理嗎 不行 因為這是屬於勞動部 接下來 年輕朋友 他們在記帳的時候 每個月他的支出 扣掉 房貸 車貸 信用卡 勞健保 等等 接下來 他還要考量 這個未來如果生孩子 教育費的問題 學費的問題 補習費的問題 這是衛福部可以處理嗎 不行 也不是你們成立一個勺子化辦公室 只是在衛福部下面 統整各 私處 就可以解決 為什麼 因為 學費的問題 補習費 甚至考量未來孩子進入學校 可能遭受霸凌等等 這是教育部 才能夠處理 接下來 房貸 未來整個社會要面臨青年住宅 社會住宅政策的推動 這是屬於內政部 這不是衛福部可以處理 以及 如果房貸的利息 或是推出育兒 稅付優惠 這是屬於財政部 這不是衛福部 你們單獨成立一個勺子化辦公室 可以處理 所以 講這麼多 我要跟部長講 這是一個對的政策 但是是錯的方法 今天如果只是由單獨衛福部 成立一個勺子化辦公室 沒有辦法解決 台灣面臨這樣一個 甚至是國安的議題 勺子化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 基本上 如果政府 執政者 有心要來解決 勺子化問題 要把這樣的一個單位 拉高到行政院層級 絕對不是只有衛福部 單獨成立一個勺子化辦公室 就像你們講的 4月12號成立之後 這是屬於功能型任務編組 社主任 副主任 成員 就是衛福下面 你們健康署 社家署 保護司等等 但是 看不到你們成員 未來會有哪些 其他部會的這些 我剛談到 勞動部 教育部 這個 包括財政部 內政部等等 如果你們只是單獨 協調跟他們溝通 這樣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你們要推動很多的政策 這些是要這些其他部會 拍板定案做決定 所以我認為啊 看了這麼多 你們的報告寫得非常的好 包括你們盤點目前已經在做 以及提出未來經濟的做法 但是 我剛講了 其實 未來的成效 會很有限 真的會很有限 所以 我很擔心 今天大張旗鼓 成立少子化辦公室 會變成雷聲大 雨點小 所以也為什麼 今天一開始我說 為什麼報告裡面 不敢提任何的目標 你們不敢談 你們未來幾年之後 生育率可以從1.1升到1.6 甚至到OECD理想的2.1 你們不敢提 因為我相信你們也知道 你們如果只是單獨用衛福部 轄下的這些資源 做一些盤點 很難真的解決 台灣社會面臨少子化的問題 這是各國都會碰到的 所以我舉這個例子 為什麼我說是一個經濟問題 部長 這是2014年 對於 譬如說 前20% 收入所得的家庭 他的這個 消費支出佔比 65% 那如果是 最後 所得收入的20% 他的消費支出 佔106% 也就是說他必須要靠社會補助 那我們最關心的 所謂的中產階級 中間這一部分 最中間的20% 他們的 消費支出佔所得比 連年升高 也就是說 86% 都用於消費支出 也就是說 現在有一個 貧窮擴大化的趨勢 所以我剛剛講 如果說考量這麼多的支出 我要繳房貸 咖啡 勞健保 等等 那如果未來我生了孩子 再包括我的孩子 教育費用 基本上 年輕人就會覺得說 我 我的可支配所得 就會下降 不斷的下降 所以這是一個經濟問題 絕對 不單單只是在你們通篇報告裡面 講的 給予很多孕婦 包括產婦 很多給他們的補助等等 但是未來 這個孩子不是只有前面三個月 前面三年 而是他十歲以後 十五歲以後 進入到中學高中 甚至大學 這是全面社會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部長未來 你跟行政院開會 行政院院會上面 跟林圈院長反映 如果真的有心要解決 應該要把這樣的辦公室 拉高層級 必須要在行政院層級 統合各部會 才真的能夠解決少子化 以及 真的 能夠 處理這樣一個國安議題 所以部長 你覺得 你們為什麼不單獨 就可以處理嗎 我一再強調 我們這個辦公室在 人口政策匯報下面 在我們部裡面 一個任務的編主 主要是整合我們部內的資源 然後精進我們的做法 能夠讓做法更有效率 進而能夠提出一些未來的展望 我當然很明白 絕對不是衛福部一個單位 能夠做的事情 所以會在人口匯報 在國發會下 有各個部會的參與 但是呢 任何一個部會 我想都一樣 對這樣的一個議題 都是有興趣 有責任的 我們並沒有大張旗鼓 來承認我們的辦公室 只是有這樣的一個新聞的披露 但是我們的作為很單純 我們要有想法 有做法 那我們必須有一個單位 來負責來研議這個事情 那為了表示我們的決心 所以在部長之下 讓各我們的屬師明白 就是說我們想要對這個議題 努力的方向 至於委員提到的說 剛才對於弱勢的關心 我們也是一樣 所以目前上大部分做的事情 都對中低低收 這一部分做努力 那未來是不是要擴大 或是我們要有階梯式的不同的想法 那要參考我們專家的意見 讓我們的作為能夠更確實 那也希望未來委員給我們幫助 在我們在爭取經費的時候 也給我們一些協助 謝謝 好 謝謝 最後一句 所以我想這絕對是 對不起主席 最後30秒 這絕對是一個對的政策 我們也全力支持 也知道這是台灣面臨非常嚴重的問題 但是我想提醒行政團隊 如果不管今天是 這個院長的指示 還是衛福部主動說要來成立 我覺得都很好 但是真的要解決問題喔 我認為我也很不想當烏鴉 但是如果只是在衛福部下面 成立一個少子化辦公室 就說未來的展望 可以希望能夠提升生育率 或者是說改善目前少子化問題 我認為我也很不希望看到 你們說希望我們支持編列預算 給予經費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預見沒有成效的話 就像我剛剛提到所有問題 最嚴重就是 你很多問題是要其他部會來解決 所以我也知道 包括王中期主密喔 很認真也很辛苦 在統整這些資源 但是你們有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我很希望行政團隊喔 把這樣的辦公室層級拉高 否則 真的 未來的 可以預見 3年 5年 10年之後 可能沒有辦法 達到一定的成效 我希望部長 把我的建議放在心裡 有機會 跟院長 或在行政院會提出來 怎麼樣能夠 借助各部會的力量來解決 謝謝 謝謝委員的指教 不過現在行政院的成績就是 人口政策匯報 在主導這件事情 謝謝委員 謝謝我們來結束